大家好,我叫何超,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四,专业是英语语言学,同时俯修法学 今天来到非你冒属的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市场总监助理或者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boss好 编导跟我说,第一个女孩长得不错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你的推荐理由 何超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啊 品学兼优,秀外汇中,名校背景 然后大学期间获得非常多的奖项 然后呢也有很不错的实习的军力 有在五百强企业实习的经验 所以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 我觉得方方面面的综合素质都不错 所以各位老板就开抢吧 谢谢,谢谢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因为何超,你的那个正式的一个 你自己准备那个简历,带照片的那个 我跟徐月都看过 你那个照片里面你是一个细长眼睛 其实挺好看的 照片里为什么是个圆眼睛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化妆有关吧 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求职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放一个这个头像的照片 也会稍微批一下 会吧,会有一点点 啊,还是有 咱请教一下段东老师 你们会建议求职者在简历的照片当中 稍微修饰一下或批一下吗 我其实不太建议去批照片 因为你批得更好看,对不对 结果照片很好看 约来一看又 跟照片差得太远了 自己反而会心理过程会大了 但可能有些求职者会有一个想法说 那这样的话我至少能够是不是 就是在第一轮的时候获得的机会相对多了 关键是什么 你就不要给面试官惊吓 你要惊喜不要惊吓 PS是一方面 但实际上现在呢 求职的话你稍微的照片 他就画一点淡妆就好了 人靠一妆美靠化妆 任何女生只要你脸型差不多 画出来都可以画得很漂亮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PS只一部分 可能就稍微的画得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能太过 因为你要求他的简历和精力写的是真实的 就照片是严重美化的 哎呀,这上班不卸妆就行 化妆就好了呀 化妆可以 你决定还要让他们谈论你的相貌吗 我希望还是老板们过多关注一下我的经历 还有我的工作经验 谢谢 这方老不正经 谢谢 好 你23岁今年毕业啊 对,今年是应届毕业生 为什么不选择考研呢 其实我是有保研机会的 但是我放弃了 我决定还是要先在国内找工作 积累一下工作经验 在哪些地方实习过 我是先在2014年7月份是在500强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 担任行政助理以及市场总监助理 干了八个月 一直到2015年2月份 我又换到了美国商会 我现在在美国商会实习 一直到现在还正在 那你这起点蛮高的呀 没有了没有 是吧 没有 那你到这来 你到这来的话也有想去的企业吗 比如说偷灵珠宝 还有58同城 咖啡之一 七分七我觉得都挺好的 其实我想问你在美国商会去实习 其实很容易找一个工作 找美国商会很多外资企业 你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他们都会说 欢迎到我们公司来去工作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边去找工作机会 而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来看 大哥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因为我在美国商会嘛 我是三月份 然后才进去 现在实习呢 也就是才刚刚一个月 第一我是觉得 这个舞台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锻炼 其次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可以在同一时间面对12位boss 这都是我一个学习成长和认识自我的 非常珍贵的空间 因为咱俩也单独聊过嘛 我也问过你类似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他们给你offer的话 你还是会选择 只是你现在拿不到这个offer 我承认像500强的大公司 对于我而言是有一些吸引力的 我是在12月份的时候 确实有跟我老板探讨过这个问题 他当时说他会努力帮我跟总部争取 但是最后他没有帮我争取下来 他其实很希望我留下来 但是说他的权利 就是不足以能够帮我留下来 这么这么来来讲这个问题 就并不是所有的音乐大学毕业生 都有机会去到世界500强的企业去实习 对吧 并且他获得了很多挺厉害的奖 比如说北京市级的优秀团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荣誉 这是我第二部分都会展示的 然后第一部分好像都收获了 为什么你获得了 你放心 他不讲以后会有人留灯的 第一轮选择去获了 那你再给我们总结总结 其实你第一轮的表现吧 也没说多少话啊 那为什么所有老板都给你留灯了呢 所以你猜 你猜 你猜 你就要图类老师帮你总结完了 说了该说的 没说不该说的 该张嘴张嘴 该闭嘴 还留下了气感 而且笑得还挺可爱 如此而已 接下来进入天生唯有才能 谢谢 来看这边 好这是我在大学四年获得了部分证书 因为我没有全部把它照下来 左上角是北京市的优秀团员和北京市的优秀基层团干部 左下角那些是 那一张是我在2012年获得北京市演讲比赛的二等奖 这一张呢就是我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时做志愿者陪同的那些嘉宾 这后面就是我的两份实习经历了 这个第一份就是我在APP公司 后面这个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实习 是在美国商会 没有了 谢谢 头首你的自己是怎样规划的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的规划是未来五年之内吧 我还是选择新进入一个企业 从基层一层层做起 然后五年之后呢 就是考虑出国深造 读MBA 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规划 学习满足工作需求再学习 这个其实在你刚刚的这两个企业里都非常好的机会 APP和你的中国美国商会 都很好的机会啊 我觉得我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我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大的方向 所以我只能通过工作几年 找准我的定位 找准我真正适合哪个方向 真正喜欢哪个领域 所以我可以 你觉得哪个企业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跳板 或者一个学习的平台呢 因为没有一个企业会花钱雇你来学习 这我相信这是所有企业都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情 我花钱来雇你来我这儿学习 对 何超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我们通常在职场当中会认为 如果一个人平凡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叫待选择的状态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眼界过高 他一直觉得说可能下一个机会还会更好 所以他们才会问你你未来的规划 你长远的笃定的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好像又回到了一开始的争论 到底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还是捡了芝麻 我能不能用一个比较侧面的方法 来了解你的选择的状态呢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因为北航我老去 北航你这种形象在北航肯定校欢级别的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北航还媒体还是挺多的 咱就别虚伪了 我说的真话 肯定还有很多这个工科男理科男追求你 目前为止是没有 这么说你在大学中间有谈过恋爱吗 这么失败呢 这个大学中谈过 但是现在是没有的 他说目前就指的 这两分钟没有人给他发表 所以现在有个小恋爱就马上可以了 我们还是点正常的吧 我觉得陈浩说的从侧面 陈浩你想 其实我觉得你的问题是有意思的 你想从这个问题去看出什么 为什么你大学还没毕业 两人还没面临两地分居 你就选择分手了呢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您说我为什么结束我的第一段 对啊 不知道第几段啊 随便第几段吧 我是在大学就只谈过一段恋爱 然后是大一大二 然后在大三一开始的时候分手 我觉得分手可能 是说双方的对错 双方肯定也都有 错误之处吧 可能还是说两个人的 性格不合 哎呦你妈呀 怎么放个力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现在大学生普遍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会选择 上一场有一个是 大学毕业就马上结婚的 会选择 跟自己差不多的学生 同时可能 跟创业型公司是一样的 另外一种 大学女生会选择一个捷径 我相信这是很普遍的正常的现象 选择一个比自己条件优势的 男人去谈恋爱 所以这是两个选择 对这两个选择 你怎么看 你会选择哪样 哪样一种男生来交往 我觉得其实现在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 每个人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 你不能说选择哪一个是错的 但是第一是真正的感情 然后第二个是他需要人好 我觉得这是我 择我最重要的两个标准 我觉得很大得非常好 低水不弱 就是标准答案 你愿意无缝的回答 那么其实我想是想问程浩 程浩刚刚你问这个问题从侧面 你是想测试什么 或者是什么 我没法测试 其实我觉得 我是觉得马瑞的水平测试不了他 他的水平已经超过你了 不 刚才选择这个问题 不 我们把它转换至职场上面 很简单 这就相当于一个创业型公司 一个大部分的交集 他找到一个 他找到有感觉的工作就很好吗 对这个答案是 谁都会可以回答这个答案啊 对啊 所以这个答案是 谁没有答案的答案 他把自己修饰的太 没有瑕疵了 这个没有瑕疵会让 我觉得不真实 他所有的问题回答上面 我都认为他是滴水不漏 他其实他已经 内心里面已经有了一种 博弈的思想 首先是如果 就是先是说 选择男朋友的问题吧 我觉得选择男朋友问题 第一我真的是看中他的人品 然后他一定是要孝顺 必须要孝顺 这是首要之重 然后第二个是 他必须要有上进心 要有进取心 我希望 我希望是潜力骨啊 不是说 现在就是坐小气沉的那一种 还有第三吗 还有第三吗 第三 第三可能就 暂时还没有想到情况 第一他孝顺吗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这个不孝顺 你说是 就你一个 就那个男朋友 是不是孝顺 就是这个 何超他是属那种 你这块说对了 他就是这件事情 他非常想给出一个 大家都听起来 很合理 很舒服的一个答案 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你想要试用他的内心 不可能 不需对 对 我特别赞同你这个观点 陈浩其实在感情方面 我一直都觉得他特别的优质 陈浩我给你出道题目 因为你今天谋求都是跟助理相关的岗位 就刚才 头二十分钟 各个老板其实有非常激烈的辩论 你必须选出一个你最讨厌的 他肯定不会选他最讨厌 你必须要选一个 或者说你相对来讲不太 喜欢的 我没有就是不会说 因为一个问题就去讨厌一个人 所以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沟通当中的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你能够更加直接的 有效的去讲出你内心真正的 现在他整个都太完美了 这个太完美了 都会让我觉得不真实 感情生活 首先我非常感谢那些老板队友的认可 就是他们可能认为 我的表达的 见识内容可能会滴水浮漏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 我真的是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处于甘纳的境地 并没有一种很不做高声 不做神秘 他所有的回答都天衣无分 不是不是完美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我跟你讲 刚才他的例子是什么 几个最通俗的例子 我问你一加一等一举 你告诉我 两树相加肯定比另外两树都大 我说姑娘一加一到一等一举啊 他说加法是四则运算中的一种 我的老天爷 我会让你来我们公司工作吗 不可能的 你特别赞同 莫言的说法 他回答问题的方式 你觉得好像对 但好像又没有什么内容 实际内容 所以我觉得太完美 就会让 当你的老板都没有办法探索到你的 内心世界到底的想法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来用你 这个女生要么就是太简单 要么就是太不简单 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人绞尽脑汁的 想要营求自己的答案 人家回答的滴水不漏 就不承认自己智商滴 这有劲吗 那个真不叫滴水不漏出来 那个叫做面试达人 面试达人才这么答问题 我想说的是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单纯而不简单 丰富而不复杂的女人 那就值得你们招 现在你们心里到底是觉得 她是第一种简单 还是很复杂 还是单纯而不简单 你觉得是哪种呢 是哪种 我心里有数 但不是我招啊 那你说给我们个参考嘛 主持人 你要我说吗 对对对 你真的要我说吗 对 她现在介于简单和复杂之间 还没辐达到内 还没辐达到内心 一加一到底是谁 一加一是一个四则混合运 来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我很讨厌 从大学出来之后 就把自己掩饰的修饰的非常完美 让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你 我没有办法的用意 所以从第二轮 当所有流动的时候 我立马按下来的 还有施展东 谢谢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王刚开始 可以做我们的那个 总裁办的总监的助理 负责我们的政府关系 陈振荣 国际市场部的开拓专员 对我们的国际市场 包含注点 在他们跟所有大使馆 做联系的这个 这个第一线人员 梅良 那我们在缺一个市场上面 专门做global marketing 一方面的推广 针对欧美 来罗敏 我不建议你去 工作几年之后再去读MBA 如果你要去读MBA的话 你待会就不要选我 我们认为 去读MBA的人 未来 可能他更多的想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我们是一家创业公司 我希望你来我们这边 是会有创业的心态 跟我们一起成长 然后我们一起去敲钟 所以区分期 会给你一个CEO培训生 的这样一个职位 林芳 咖啡机给你的岗位是 管理培训生 是明星子品牌的管理培训生 欢迎你 段东 岗位是营销方向的管培生 我希望你从营销做起 东军 工作岗位呢是 通灵珠宝的管培生 珠宝 陈浩 那个何超 我跟罗敏恰恰相反 在我那工作一到两年 去读MBA 所以我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总裁办管培生的职务 曾华 斯凯勒这边那个市场总监助理的岗位 张阳 不说点干货 可能抢不到你 这个 大家说欧托 我是欧托产业联盟的秘书长 我投了14家欧托亚公司 包括了不同行业的 适合玩乐购 但我邀请你是跟我去改变世界 我们在美国有一个 分公司 是在美国 解决美国人吃饭问题 帮他们在网上订餐 可以经常做我的助理 来回去负责美国的项目 都沟通 十盏灯 从现场留灯的情况看来 做一个让人看不透的女人 远过于做一个让人一眼看透的女人 但最关键是还要做一个让人看不腻的女人 而不是看不透 因为看不透迟早有一天要看透 十盏灯 留下两盏 灭掉八盏 考虑一下 请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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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支持 余总 谢谢 非常喜欢您 谢谢 谢谢 带宝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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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好 MBA有什么意义啊 好 MBA是不够吸引人的 有人自以为又看透了他的选择 待会我们看他的最终选择 有请罗敏 张阳谈前不善改 接好了吗 张阳 请揭晓 8000 8000家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们 有关于薪水待遇 我想问一下 罗总 我之后如果去您那儿的话 我有什么提升空间吗 您给我的 你有太多提升空间了 首先这个8000是给你的基本的工资 每个月的 然后你录职的话 就是录职的当天的话 我们我会给你签一份 价值20万人民币的期权 分四年执行 每年执行25% 哎 这都不重要 你会跟这些小的伙伴 未来我们会去做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呃 张总 您这边给我以后的提升空间是 如果你喜欢在校园做推广 做我们代言人的话 或者是做我们美国的项目 你可以自己选择 好 接下来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去分期 一桃石 两个好奇怪的名字 或者是谢谢 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去分期 去吧 我选择 我选择 我选择